瑞君在書裡面 還提到一個故事 就是這是很多女人內心的獨擺 這故事是怎麼樣 就是比如說這個男的 就是他也沒有出軌 然後他對他的老婆也非常好 又幽默 就是完全是別人心目中的理想對象 然後其實他相處起來 非常的愉快 可是問題就是在於 這個男生跟很多女生 都非常的好 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磁鐵 無論男 對 他就是大暖男 他會單獨的 可能坐在別的女人的車子裡面 陪人家聊聊天 也沒怎麼樣 然後都是好朋友 他會跟他很好的女性朋友 去看綠光 去看極光 去看極光 極光 極光怎麼會跟女朋友 只是好的女性朋友而已 這很怪 綠光劇團 不是看極光吧 是看極光 很有個案的人去 而且是晚上要在那個 非常地有趣 我是看他頭上有綠光 我的確有認識幾個這樣子 就是他本身就是吸磁雞 可是那你說這樣子的男性 他對家裡也很好 對他也很好 也沒有什麼不好 可是問題是 其實對女性來講 他有非常多的那個美感 你知道嗎 對啊 對 很怪 對 就是覺得很奇怪 可是也許有些人的情感 他就是不一樣 他就是非常非常開放 對啊 然後比如說有一個 故事裡面有一個女生 他是屬於自我折磨 這就是比如說男生 曾經在婚前出軌過 然後也不算真的出軌 就是員工旅遊 可能有跟其他的就是員工 他們住宿的時候 有發生短短的 在那兩三天 也沒雇主 也沒到雇主 就是就男生說 可能什麼都也沒發生 可是那個就會變成 女生心中的一個 很大的擴張點 那當這個女生選擇 要不要跟這個男生 真的繼續走下去 好像已經翻篇了 可是那個東西 就是十年 五年 幾年以後 他就是會不斷地 在心裡面萌芽 那這些東西 你說他可以講出口嗎 他不行 因為連自己都可以反駁自己 就是過去的事情 你有什麼好在講的 你當初如果破鏡 不想重圓的話 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事情哪是講得這麼簡單 所以他一直就這樣子 他就繼續地走下去 可是那個東西 他就會你知道 那個季度會不斷地吞噬他 那個時不時地在暗夜中 或者是曾經聽到 對方旅遊的地點 那個東西就會過來反噬他 他可能快要更年期了 對 他其實並沒有 他可能也才是 自我折磨了吧 對 就是很多女性 就會想不開 對 他還是那個東西 又會時不時地就回來 可是你說這個可以說出口嗎 那個不用女性朋友勸他 連他自己都知道 這種事情不翻篇 你日子怎麼過 對 那黃老師這邊要怎樣 那這就是 剛剛他寫這個小說的動機 也就是說 你要自己看破 然後看開一點 就已經翻篇了 你 我跟你講 我常常在做 過不去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在做輔導 諮商輔導的過程中 裡面很多人是 來的時候都是因為有個點 就是先生外遇 或太太外遇 或者什麼什麼點 我都問他說 你要原諒他嗎 最後選擇原諒了 不然你就離婚了 離婚就乾脆 從此就可以大啦啦的 跟 不是跟自己講 跟對方講 跟大家都可以講 因為你離婚了 可是你如果真的要原諒他的話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不要翻舊帳 你翻對方的舊帳 是給自己落於 這個更劣勢 因為他會說 我這樣子 我以後再也不跟你坦白了 我也求得你的原諒 然後你也同意了 然後我們不是翻篇了嗎 就是這樣子 有個程序 情緒上也是個情緒 可是你沒有過 所以你沒有過 像他這個情形 他應該跟老公講 他其實你剛剛書上說 在婚姻中不能講的 不能提的事 其實可以說老公 我跟你講 我還是很在意這一點 但是我知道說你沒有 我也信任你 但是我就是過不去 你幫我的忙 你該怎樣 他老公就會跟他講說 你就是不要亂想 就真的沒有 不然你要幹什麼 不然他老婆也出去來一次 一人一次 他先生不會給他這個建議 因為除非他先生要離婚 那就翻過去 大家一人一次 那是大家翻牆 不是翻過去 所以你搞清楚 翻篇跟翻牆 還是有差別 就是說你可以講出來 然後你看那個 瑞君在他的小說裡面 就是說很多同事親人都勸他 你已經翻篇了 你為什麼給自己過不去 那這種人就是 他為什麼會不開心 就是他性格上的盲點 自己沒有辦法突破 這不是其他人可以幫忙的 所以情依是怎樣 如果你有一次 老婆可以有一次這樣 他很多次 沒有 我們抓到的才算 沒有結婚前的事情 我們就不會去談 那沒什麼好談的 你現在不是做中逢 要一對創這樣 沒有啦 那是 那個結婚前的事情 我們不會去講以前 反正老婆只要有講說 我的生命從有你才開始 這樣就好了 好 這個文婉這邊也有看過 就是老公講錯話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剛剛老師講的 你除非有具象 比方說我抓到你 在別人床上 我抓到你在別人床上 那大家來切切翻 就翻臉嘛 一翻兩瞪眼 可是最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女人就是瑞君講的 那是情緒的動物 有時候覺得這個店 我就覺得我心裡過不去 然後我出發的 然後我一直在那邊醞釀 一直一直吹來吹去 到最後其實你都不知道 怎麼面對你旁邊這個男人 或是這個女人 那種事情會搞幾年 就搞很久 那這個其實老師就專家 我有跟幾個姐妹 有一次喝下午茶 大家就聊到一件事情 結果大家發現都有共鳴 那有些人選擇吞進去 因為一講 大家都沒完沒了 有點翻舊上的感覺 那講了一定就翻臉 好 是什麼事情呢 其中有一個女 我的朋友就講說 她覺得最受不了就是 她難得跟老公有個時間 因為孩子送去讀書了 那老公難得休假 就說老婆 媽的 我們來走走 就很開心 一早打扮得很漂亮 就感覺重回談戀愛的時候 來踏親了 結果一去 然後就走在他說 他們那天去一個老街 就老街 然後就看到一個賣的那個 就是那種當地的那種 然後有當地的小吃 她老公就很興奮說 老婆這個你最愛了 你記不記得我們當初有沒有 談戀愛的時候 你最愛這個 我們就千里條條 都要來吃這個 你看我今天帶你來了 結果她當下她傻了 我沒有吃過 你講的不是我 你說當場整個 潑冷水 潑冰水一樣 整個都捏下去了 本來還想說 這個走走 要來一下 整個竟然來一下 要打死 可是當下她選擇一件事情 她吞進去 因為才一天才剛開始 我們孩子都不在 我們就這樣好好的 享受兩個人的約會 結果她吞了 可是你知道嗎 她告訴我們 吐露這個苦水 其實已經是 過了三個月之後 他說是三個月之前 他說但是他只要 突然間想到 或電視友說 這個老街怎樣 他吞下去 然後就很想說 是不是要找老公算帳 可是他到現在目前為止 他沒有 至少我們那時候聊天 他沒有 可是這個就在他心裡面 種下一個 很 一根刺 他就很不舒服 那是不是 這個到底是你婚前 還是說你過程當中 你跟哪一個女生來 這個小劇場就很多 那這個是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那個洗澡 另外一個女生是 他說 我跟你說 如果我早就跟他病一病 為什麼病一病 他說也是他一樣的狀況 他老公就說 難得兩個人的世界 那天他們永遠 他剛剛說那個老公 不知道哪一根筋燒拌 他們永遠去玩 去九份 就是老街 吃一吃臭豆腐 吃一吃鳳梨 就回家 回家 結果那天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說 我帶你去一個 很棒的地方 結果車子往上開 就開到 你知道上面有一個 那個博物館 就是那個什麼 黃金博物館 那麼有一個很滂沃的 那個好像是不是一個 他說類似山 然後那個水就 很美嘛 潑潑 對 潑潑 然後很大 然後我相信大家有去過 我是沒去過 他是這樣 他是這樣形容 他說一開上去之後 他說老婆 有沒有很驚訝 我們很久 我們大概十幾年沒來過了 他就看著他 他說十幾年 是嗎 是嗎 我從來沒來過 因為他說車子 剛開上去的時候 他真心覺得好開心 他說我家老公 終於有點創意 有用心 因為我沒來過 終於找到新的景點 結果話一講出來 根本不是 他從來沒來過 他當場他說 馬上給我走 他說幹嘛 你幹嘛 好好端端的 老公就說 你好端端 你哪邊不對勁 他說我根本沒來過 亂講 你明明有來過 我有帶你來過 我明明沒來過 就兩個這邊 你有來過 我沒來過 你有來過 沒來過 後來你知道嗎 他老公甚至說 我告訴你 你以為你的記憶力很好嗎 你都覺得很自豪 你記憶力根本就不好 我明明有帶你來 我跟你講 我那個女的朋友 說他氣到壓根 因為他真的 這輩子沒來過 他就說 走 馬上給我走 兩個阿嬤這樣 冷戰很久 然後一直逼他說 你到底帶誰來 這個需要去醫院檢查 對 說不定是老婆的問題 不是 可是 沒有 到最後其實真的 他老婆一直逼問他 可是這個男人 他老公都講不出來 潛意 你就是你的戰功標柄 那你怕說講錯 你要怎麼管理這個 沒有 因為剛剛聽那個文婉 講說那個故事有沒有 那個老公就是太險外 太多嘴 你帶他如果不管你是哪一個 因為有時候 其實真的會忘記 不確定 這可能是很以前的事情 到他那邊怎麼樣 你看他的反應 你看他的反應 然後再來做回答 你不要說醫警問我來過 他沒有來過就完蛋了 他沒有吃過就完蛋了 然後你就說你看 然後你看他的反應 你看他的反應 在順勢走下去 就跟那種 跟那個騙人的算命一樣 你很驚訝 你等他回答 你看怎麼樣 然後如果他說回答說 對 以前他說 你想起來了 如果他說沒來過 對 特別帶你來的 你就是要用這個方式 我給你看看 好恐怖 你看 你看 你身為男人 他鼓掌 有沒有 我們主持人鼓掌 他不是驚訝 他這叫智慧 對 黃老師懂我 很多男人 因為你找到生命的出口 如果你帶他去的是飯店 是飯店 我也帶老婆去飯店 老婆回家比較溫馨 對啊 我在講多少 多少老婆是無趣的 老公要帶他去飯店 整個要死了 沒問題 沒有 因為那個角色互換 變成老婆之後 那個生活方式 你看 文智人結束了 你都覺得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是不敢跟老婆說的 什麼話跟老婆 因為其實 外遇啊 沒有外遇 對 我說沒有外遇 對 沒有其實應該是說 也有一些話 你現在 你們兩個是在演相聲 對 沒有 因為剛開始 因為我比較晚婚 剛開始結婚 其實也會用對待另外一半 就是會去跟他講道理 講什麼東西 後來發現 其實你講什麼都沒有用 他根本沒有要聽你講道理 也沒有要聽你分析 有時候 比如說老婆我講說 說哎呀 我肚子痛什麼 我跟你講人的脾胃腎 從這邊發出那個感覺 他說沒有藥怎麼辦 我說你把它想像成是一種 人的自然反應 痛是救你的 然後馬上被噼里啪亂罵 然後就是有時候 你會太理性 他當他變成老婆之後 你會有點太理性的 去跟他講那些事情 因為女朋友不會 他要的好像不是理性的 對 要的不是理性 這是瑞君說的 要秀秀 抱抱 對 這是瑞君說的 但是 我得要幫男生 說一點點話 男生其實神經比較大條 有時候有些東西 真的感知不到 像我太太 因為生完小孩之後 其實女生生完小孩 身體都有些變化 那我太太剛好獲得到這種 那個千里兒 跟那個嗅覺非常靈敏的 這件超能力 這個如果有生過小孩 有些太太會分享 其實會有這個事情 像很遠的垃圾 我沒有綁起來 他就可以聞得到 一開門 你垃圾昨天是不是沒有綁 他太夠了 後來有建議他說 你可以去那個海關 有沒有應徵那個毒品的 有沒有 還真的有聞臭人 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呢 就是我們家的那個冷氣 其實我自己做設計的 我就裝了個冷氣 後來老婆就一直跟我說 那個有聲音 其實我完全聽不到 後來我就說好 不然我換 換一台更頂級的 就換上去 換上去之後 我老婆睡覺說 那個還是有聲音高頻的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有點生氣 我就已經換 通贊的 通貴的 對不對 我不好講 意思講牌子 已經是最讚最貴 都兩倍價錢了 後來他跟我講有聲音 我就有點生氣 後來呢 我就真的去從我公司 拿了一個分貝機去測 還真的有那個高頻的聲音 因為我們男生其實 真的完全聽不到 對 所以有時候 你男生用自己的主觀 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變成兩個吵架的一個點 所以我覺得男生就是在家裡 就是做骨仔仔就對了 骨仔仔 對 有聲音 對對對 有這拿儀器測一次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對啊 有飯吃 有人幫你 對不對 而且當物龜比較長壽 對 真的 真的 後來我們也是領悟到這一點 對 太太是對的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